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年龄差了那么多 但是他们却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要说谢贤这个人真是不简单 年轻时帅的一体 丝毫不输谢霆锋年轻时候的颜值 谢贤一直被称为香港影视圈的一个奇才 曾获某知名奖项的终身成就奖 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谢贤的风流世纪 出名的旧有四段恋情被人们熟知 而且女方都要比她小不少 可见谢贤虽然不是当年颜值巅峰的状态 但是魅力也是非常大的 谢贤不光是也成功 最让全内人羡慕的 莫过于有个成才 又孝顺的好儿子谢霆锋 不光给钱让她花 还为去购置了一栋豪宅供给养老 成龙和张国立真 应该学学谢贤的教子之道 就在人们重新对这段恋情抱着期待时 却传出了他们分手的消息 这回分手谢贤也很是够意思 直接拿出2000万来补偷抠口口 前不久抠口就分手事件的原因在网上公布了出来 我也要安慰 我也有需求 十个次把他们分手的原因都概括其中 网友评论也很是火热 真感觉出啊 一点也没有给谢贤留面子 本文由小小张绿紧元 欢迎下方评论 喜欢的关注一下 听说关注以后 运气会变好哦